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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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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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子豐車 繪本故事劇場 我是月亮先生 我是史多瑞叔叔 嘿嘿嘿 我們今天是繪本故事劇場 不是在居酒屋耶 你玩這個有什麼關係啊 不是我今天唱這首歌是跟我們的故事是有關係的 是嗎 因為我們今天要說的故事是 螃蟹過馬路 我是妙妙 是剛結婚的螃蟹新娘 我是卡卡 剛結婚的螃蟹新郎 坐在我旁邊吃吃看著我的是我的老公卡卡 坐在我樹枝上美麗的新娘 是我的老婆妙妙 結婚之後 我們的命運大不同 因為我是女生 我是男生 每天天還沒有亮 我就必須要起床 所有跟已經結婚的螃蟹都跟我一樣 因為要參加螃蟹奶奶帶領的 陳肩暖身操 每天一大早 當我還在呼呼大睡的時候 妙妙就出門去了 結婚後的女生 就向妙妙 要參加訓練活動 一二三四五六七 千手萬腳 一開一合 我們的目標是一百次 因為奶奶說 體力很重要 跑 快跑 螃蟹村是我們的大操場 奶奶又說 速度是最基本的要求 還有超高難度的撐桿跳訓練 跳 你們會用得到 搬果實是奶奶的新點子 搬 搬 從小顆搬到大顆 從天亮搬到天黑 結婚後的男生 像我 可以天天睡到自然醒 我們男生 一天到晚 自由自在隨心所欲 悠閒的吃一頓豐盛的早餐 來來 三五成群的 在樹林裡面安天說地 到好朋友家 串門子 說實在 這樣子一天下來 也會覺得好疲憊 天色暗了 我也累到十字貪卵 但是卡卡 這什麼都不必做 因為她是男生 螃蟹奶奶總是說 月圓之日快到了 卸足繁岩的神聖使命 正等著大家 雖然累了 但是她跟我比起來 就顯得沒什麼 因為她是女生 肩負著神聖的卸足使命 每年夏季的月圓之夜 螃蟹媽媽必須抱軟到海邊 用溫暖的月光海 孕育新的生命 為什麼懷孕生小孩 要像運動員一樣在訓練呢 其實很久很久以前 螃蟹媽媽只要真心地孕育 軟寶寶就好了 輕鬆愉快地來期待 夜圓之夜 當然也可以像我們男生一樣清閒 雖然有健康的媽媽 才有健康的寶寶 但是螃蟹媽媽有必要這樣訓練嗎 不知道哪一年開始 螃蟹村前面變成了一條 又寬又大的大馬路 螃蟹媽媽的命運也因此改變了 螃蟹村走到海邊的路 變得又遙遠又危險 還有一種豬村子 還要跳過五隻螃蟹 手拉手那麼寬的臭水溝 如果無法跳過去 就會被湍急的臭水 衝到不知道哪裡去 不只去向 順利通過的螃蟹媽媽 也還不敢大意喔 因為更可怕的是 會殺螃蟹的光隨時會出現 想到妙妙要獨自面對那一道可怕的光 我卻無能為力 真是慚愧 為了螃蟹家族的未來 我只能祈求上天的保佑 奶奶說 光的速度快到無法形容 到時候我們就會知道了 每次想到那可怕的景象 我都好想放棄喔 不負責任的說法 對 可是 可愛的小寶寶 小蟹寶寶 是我一輩子的期待 月亮一天比一天遠 我身上的軟寶寶 也慢慢地長大了 我期待著小蟹寶寶的到來 但是 我又很害怕那一段驚險萬分的旅程 妙妙 現在我只能做的就是 不間斷地訓練 期盼月圓的那一天 能夠順順利利 每次月圓夜之後 有多少家庭會留下孤零零的男主人 我們希望妙妙 能通過那危險的路程 帶著可愛的寶寶回家 月圓夜終於來臨了 狼人也是螃蟹的嗎 不是狼人跟狼人沒有關係 狼人殺殺殺 狼人不在啦 我的軟寶寶也慢慢地成熟了 是驗收平常訓練成果的時候了 柔和的月光海吸引著我和寶寶 一絲絲的喜悅 卻隱藏著我滿心的驚恐 我親愛的家人 我會努力的 自從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我決定開始呼盆引伴 小蛇 蝸牛 蝴蝶 蜻蜓蜘蛛 蜘蛛 竹蝶蟲 朋友越聚越多 我們大家開始的聊天 你們這些聊天就要划拳了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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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開始的分工合作 開始了不起的大行動 生小寶寶的事 我不會 對 但是我的力氣比妙妙大 應該可以做點事 我們努力和時間賽跑 日以繼夜的趕工 月圓夜快來了 我們也快完工了 好恐怖 好緊張 哇 哇哇哇 這是什麼啊 嘿 嘿嘿嘿 這應該是給妙妙最大的驚喜 好 我假裝一臉的愛上 心裡卻偷偷的高興著 愛上 高興 愛上 愛上 高興一點點 你怎麼這樣啦 因為等一下 就是我們男生展現負責任的時候 想不到 平時遊手好閒 有喜歡擺POSE 又只會耍帥的卡卡 既然為了我 大建了一座又長又寬 又可以通往對岸的天橋 可以看到 月光海 好 故事就到這邊 搞一個段落啦 對 螃蟹過馬路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 小動物也是地球的一份子 盡量不要去侵害到 小動物的生存空間喔 還有呢 過馬路的時候 要走斑馬蟹 接著呢 我好想談戀愛 當螃蟹戀愛時 醒醒 你不是螃蟹 我們 紫風車 繪本故事劇場 我們 下次見 掰掰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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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